真是没有想到 凡人修仙传第二季这才刚完结 这两天就有第三季新的情报了 不得不说 作为导演的王玉仁也是真的给力 透露一些重磅消息 从官方微博的爆料来看 凡人修仙传三已经定了 名字就叫星海飞驰 而听着名字 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主角将会展开在乱星海的冒险之旅 不再局限于奎星岛这一片地方 而很多人关心的第三季 到底有多少集倒是没有说 现在只知道官方被矮了14集 氛围上下 而这次官方微博爆料看下来 有这三大看点 首先就是作为主角的韩丽 已经抵达天星城 因为官方放出了一张海报 海报中韩丽就处于一座灰宏 有气势的城门之外 而结合原著 我能想到的也就只有天星城了 当然这里可能有人会说 那就不能是星宫大门吗 我想说星宫可不是现在的韩丽能进去的 按照原著进度在对应动漫 第三季也讲不到韩丽进入星宫这种地方 能把虚天殿这个大副本讲完就不错了 所以只能是天星城而不是星宫 然后就是凡人修仙传第三季 确定参加某战国创发布会 而在发布会上 第三季预告会正式放出来 当然很多人期待的定档就别想了 今年也不可能放出第三季 因为这已经快11月了 如果真的凡人修仙传第三季 今年能出来 那官方何必断更呢 不断更第二季连着第三季播出不是更好吗 这样既有了播放量还有了口碑 所以第三季只能是明年播出 最后就是作为主角的韩丽的本命法宝终于炼成了 可以看到海报中韩丽手中拿着一把绿色的长剑 而这把剑就是韩丽的本命法宝 也是他最重要的法宝 名为青竹风云剑 而值得一提的是 青竹风云剑的材料 天雷竹是韩丽找成年的子灵后得到的 不过当时只得到一小节 之后韩丽用小绿瓶催俗 然后批量生产再制作出青竹风云剑 而在后面整个人界闯荡 韩丽一直都是用的这青竹风云剑 星海飞驰片如今已经开始制作 进度也很顺利 用不了多久就会播出 虽然王导没有明硕 不愿过多的剧透 但大家都很清楚 一旦官微开始频繁发布情报预热 那也就意味着第三季就快来了 至于具体时间 很大可能将在明年的二三月份就会开播 所以道友们也不用等太长时间了 下单 kap 3 4